《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 他领我出来向着北面的外院去 带我到了祭司的房子 这些房子一排对着店院的空地 一排对着北面的建筑物 房子共长五十公尺 宽二十五公尺 有朝北的门 这些房子一排对着内院十公尺宽的空地 一排对着外院的铺石地 在三层楼上都有走廊对着走廊 房子前面有一条夹道 宽五公尺 长五十公尺 房子的门都朝向北面 上层的房子最窄 因为上层的走廊所占的地方 比下层和中层的围多 第三层房子没有柱子 不像外院的房子有柱子 因此上层比下层和中层较窄 在外面有一道墙 在房子的前面与房子和外院平行 长二十五公尺 朝着外院的房子长二十五公尺 朝着圣殿的房子长五十公尺 下层的房子在东面有一个入口 人从外院进入房子里 在南面 沿着内院的墙也有房子 一排对着店院的空地 一排对着南面的建筑物 这些房子前面有一条夹道 跟北面的一样 长宽相同 出口之处也与北面的一样 南边的房子的门也与北面的一样 在东面夹道的开端 与墙相对的地方 有门可以进入 他对我说 在南北两面 朝着店院空地的房子 都是圣洁的房子 亲近耶和华的祭司们 要在那里吃至圣之物 也要在那里存放至圣之物 就是宿祭 赎罪祭和赎千祭的祭物 因为那地方是圣的 祭司进了去 不可从圣所出来到外院去 他们要在房子里 放下供职时所穿的衣服 因为那些衣服是圣的 他们要穿上别的衣服 才可以到民众的地方 他量了内院 就领我出朝东的门 又量了整个店的周围 他用测量杆量了东面 按着测量杆计算 共长二百五十公尺 他又量了北面 按着测量杆计算 共长二百五十公尺 他又量了南面 按着测量杆计算 共长二百五十公尺 他又转去量了西面 按着测量杆计算 共长二百五十公尺 这样他量了四面 圣殿长二百五十公尺 宽二百五十公尺 四围都有墙 为要分开圣地和俗地